再看到为了发扬原住民传统祭典为主轴 运用传统文化色彩为背景 结合现代时尚为导向 以展现阿美族的文化特色 新城乡公所办理传统勇士大宇冠的制作研习 所了解祖先的传统智慧 也借此培训部落族人培养记忆 新城乡公所办理传统勇士大宇冠 传统手工艺研习 乡长合理台表示阿美族成年里的记忆 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 对主人来说也具有神圣意义 经过成年期历的阿美族人的海 将有青少年特变为捍卫部落的勇士 透过成年里也可以让阿美族文化具有传统意义 乡长合理台非常重视我们部落文化的手工记忆 那在这个年度有特别交代 原住民事务所办理大宇冠的制作 本次学员总共有30位 那我们的课程总共有10堂课 首先有邀请到我们非常辛苦的老师 许修员老师跟陈俊老师 这两位老师在部落他的手工艺 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我们藉由这样的记忆 手工能够将我们部落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忆 能够传承下去 透过我们部落父女自己妈妈的手工艺 将这样的幸福传承给自己的小孩子 实际上这个大宇冠它就是祝福我们的小 我们的部落的青年透过成年里之后变成一个勇士 它代表了很多的祝福责任勇敢 那守护我们部落 那希望这样的记忆能够明年再继续办理下去 那乡长也特别指示 如果这个大宇冠课程 部落族人都愿意来学的话 我们明年一届还会再开办相关的课程 勇士大宇冠高130公分 宇冠最明显的就是羽毛 14只羽毛代表就是每隔7年的一室 中间特别长第8只羽毛就是成年里举办的年份 代表青年们将神圣传来给阿美族的天神马拉道 头罐上图形的猪代表着土地 也代表着母亲 象征一切从土地开始并由母亲给予 阿美族青年接近的勇士们带上大雨罐 代表就是部落战士 是一种荣耀 因此希望藉由研习的课程 传承制作技法 并且找回主人们对族群的自我认同 以知己的意识 记得继续新年转发